大生活里面 你们两个演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你在这部戏当中 被两个女人倒追 挺得意的 哎呦 生活中要是这个样子就得意了 可惜没有啊 洗里头嘛这个啥子嘛 烟洗的 啥子哟邓杰也没在这儿 邓杰也没在这儿 你说点真话成吧 生活中大家认为 说你长了一副国字脸 小笑眼 怎么着也算差不多 不算特帅吧 还可以啊 但是女的一看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那种人 你说吧 你很有能力 肯定生活里短不了那些女人欣赏你 当别人欣赏你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我怎么遇到的欣赏我的女人都埋在心里不说了 你回事 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我估计你说的对 肯定会有人欣赏我 女的 但是她们为什么都埋在心里呢 估计她们说一说 现场有大胆点心的吗 没人敢啊 别给自我添麻烦啊 没人敢那就我说了啊 真的 我说你说出来吧 其实你是我们成熟女人啊 所欣赏的那种类型的男人 你知道吗 嗯 你们成熟女人欣赏哪一种男人 我才华一张 长得帅 有能力 什么还有钱 我里有没有钱我不知道 但她有能力我知道 但邓杰有钱 我是肯定没钱的 谁跟你借呀 着什么急呀 确实是没钱 那个以前你欣赏 张老师什么呢 你大胆点吧 让我也听一下 我特别细心 然后对我们大家都特别好 怎么的豪华 剧组比如说会给她准备单独的 那种比盒饭稍微好一点的饭 她都分给大家吃 她又给每个人加菜 她从来不搞特殊话 那是她因为你看你漂亮 没有 她给导演啊 给很多很多人 摄影师 不是单给你 对 那我放心了 那她对其他的女人呢 就是剧组里面的女同志 都很受关心吗 都特别周到 你不能这么说 我媳妇到我说 你怎么跟别人都周到 就跟我不周到的 你 毁我你们真是 这节目以后不来了 因为她在剧组 算是一个核心 然后又算是一个领导 都是国立长生公司的剧 然后她就会以一个领导 投资人的身份 或者是制片人的身份 去照顾每一个工作人员 照顾每一个女院员 她就怕说这一句 你非就说这一句 我知道 她铺垫了半天 就为这一句 你跟孙丹丹的合作 是你的主意 还是邓杰的主意 邓杰的 这真来的真能快 真的 真快 我这还没说完 真的吗 真的我真不骗 我说实话 我当时提的是尼平 我觉得尼平和我演这个戏 可以 但是那时候邓杰说 尼平是好演员 这没什么说的 但这个戏